高雄湖內間旅業工廠發生了爆炸 今天早上八點半左右 廠區傳出了爆炸聲響 疑似是控制系統異常 導致了鍋爐發生氣爆 造成現場八名員工受傷 當中有兩名泰國級員工被揪出時 沒有呼吸心跳 送一場就宣告不治 老工具也派人進場進行勞檢 旅業工廠拉起封鎖線 就怕還有殘火 大批警銷人員警戒不敢鬆懈 救難人員忙進忙出 再三確認火事 就是要檢查還有沒有人受困 會這麼緊繃神經 是因為工廠發生爆炸火警 很大聲就是爆炸的聲音 然後出來看對面就是黑煙 一早八點多 今天一爆嚇壞附近民眾 有因為從受傷的一個民眾 自己的患者等於現象 23號早上八點多高雄湖內 這間旅業工廠疑似控制系統異常 降溫水量不足 旅水接觸時發生爆炸 在場八名員工閃避不及 其中六人肩上臂 背部肢體傳出燒烫傷 另外還有兩名太極員工 則是救出時沒有生命跡象 送醫搶救人事宣告不治 現在初步先來處理 他有做一些燒烫傷 我們先幫他做出動作 但是現在正在評估 他的燒烫傷的傷情 查說那一家工廠的狀況 現在我們有進場了 公安意外發生勞工局長 前往醫院瞭解警察 這家旅業工廠近兩年 曾違反費紀錄清理法 遭環保局開罰七張罰單 一共裁罰六萬元 如今再傳作業疏失 勞工局已派人進場勞檢 要檢查是否有疏失 記者莊晴苑 吳宗軒高雄報導 因應電價調整 降低對民生的衝擊 央行提前宣布升級半碼 卻是讓貸款走得壓力 變得更大了 行政院開會決議 針對勞工紓困 還有學貸等七雷貸款 實施這個利息補貼 另外為了要兼顧平穩物價 包括上市玉米小麥等 關鍵原物料減稅措施 將延長到六月底 而在交通方面 高鐵還有捷運的票價 動漲機會高 讓世界看到台灣有很多方法 不是只有珍珠奶茶 還有很多的產品 出席連鎖加盟展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對今年的經濟發展情況 審慎樂觀看待 今年的經濟 應該會有3%以上的成長率 那我們政府也在努力的 希望通膨能夠在2%左右 希望能夠平穩的成長 喊出要抑制通膨 近期因應電價調漲 央行提前出手 調整利率政策 升息半碼 卻苦了廣大的貸款足 行政院由副院長鄭文燦 召集會議 針對七大貸款拍板利息補貼 包括有52萬人申請的 勞工紓困貸款 青年學子的學貸 最常申請12年還交本席 中間的利息由教育部負擔 另外資金紓困 青年創業 意後振興 還有青年安心成家和政策性房貸 都在這波補貼範圍內 利息升了以後 當然對這個年輕或所 這些族群勞工 他的貸款的利息負擔有衝擊 我想行政院採取這個行動 用利息補貼 這個是對年輕人或是勞工階層 他的生活問題能夠得以適度的解決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除了利息補貼 政院同步拍板 針對玉米 小麥和黃豆等 關鍵原物料 稅付減徵措施 一路延長到6月底 從源頭減輕業者營運負擔 交通方面 高鐵和捷運的票價 預計有機會維持動漲 設法穩定物價 把對民生的衝擊 漲到最低 記者李宗洋台北報導 央行宣布升息讓貸款族是哀鴻遍野 不過訂存族有望獲得小確信 有專家以存款100萬元來計算 一年利息大約增加了1250元 可以買12個便當 但是有部分訂存族 卻是看得到吃不到 因為不少人當初預估說 今年的央行是會降息的 所以先選擇了固定利率 而不是機動利率 也因此暫時無法享受到升息的紅利 央行宣布升息 訂存族有望多點紅利 八大公股行庫公告最新排告利率 將在25號同步上路 其中台銀跟土銀調幅較大 台銀不論是活存或是定存 一律同幅調高半碼 一年期定期存款 機動利率改為1.69% 固定利率來到1.7% 至於土銀一年期定期存款 機動利率跟固定利率 都調升到1.7% 是八大行庫中 定存固定利率計息最高的銀行 市場今年以來都一直預估說會降息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用這個所謂固定利率去鎖定 他認為說我現在在相對比較高的時候就去把它鎖住 不過這是升息之後半碼 這個影響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升息後對定存族來說是否真的有利 有專家以存款100萬來計算 一年利息大約會增加1250元 由於當前物價上漲 算一算大約只能多買12個平價便當 但定存族如果當初預期央行降息 定存選擇固定利率而非機動利率 就暫時無法享受到升息紅利 等於是看得到卻吃不到 但有專家預估接下來降息機率高 先綁定固定利率未必吃虧 他這次升息是因為要抑制通貨膨脹的狀況 預估的2.1跟央行的目標2 其實差距不遠 那如果真的美國大幅的降息的時候 我們還有可能會降回來也不一定 去選固定利率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是還可以的啦 畢竟物價節節攀升 該如何放大收益 民眾早盡腦汁 謝謝陳寗監地特別報導 高鐵今年最新基本費率試算 又達到了調漲的門檻 有消息指出 交通部預計在3月底或4月1號公告 預估台北到高雄單程票價 可以來到1720元 比現在的多出了230元 不過對此高鐵公司表示 還要再評估 至於台鐵票價也正在演你當中 要等到通過董事會之後 才會送到審議委員會 物價起漲 電價接下來也要調整 而動漲多年的大眾運輸票價 這回會不會也扛不住 現在有消息指出 交通部每年一合約 和最新物價檢討的高鐵基本費率 再度達到調漲門檻 台北到高雄單程票價 最多可調漲230元 算下來北高一趟的票價 恐怕會突破1700元 現在已經是都買那個老人票 比較沒有感覺 但是對一般的上班族的話 可能就是會高一點 漲100塊以內 我覺得都還可以減少 那如果做200多塊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太多了 看看目前台北到高雄 單程票價1490元 而2022年公告的高鐵基本費率 每人每公里是4.313元 北高單程票價當時可調到1630元 不過卻沒漲價 今年高鐵基本費率將調到 每人每公里4.551元 最晚可能在4月1號公告 北高單程票價將可調至1720元 等於最多一口氣可以漲230元 對此高鐵表示會依規定進行整體評估後 在報警董事會討論決定 如果要維持我們大眾運輸的便利性 跟我們可以接受的票價 那是不是必須用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進行補助 讓黨在我們使用者的接受的範圍之內 這個必須要由政府出面 去跟我們業者去做協商 至於今年才公司化的台鐵 核實會公布票價漲幅 交通部長王國才表示 台鐵正在出擬中 通過董事會以後 就會送交通費率審議委員會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如何減少對民眾衝擊 又得兼顧大眾運輸永續經營 得看交通單位決策能力 記者 金傳零星一條報導